现在的无冤,论道之感悟已足够,只是元神,法力等诸多方面都要略差些,凭道之感悟只能做到模糊感应,推演,还无法发挥出它的威能。 先天灵宝,至少要君主层次法力,配合君主及道之感悟,才能够催动一部分威能。 强如主宰,也难真正发挥出一件先天灵宝全部威能。 甲,无缘目光又落在远处虚空,那里正悬浮着一套通体青色,泛着流离光芒的战凯,护臂,头盔,战靴,进阶都有,无比完整。 乍一看,它根本不算是战凯,更仿佛一名散发着滔天气息的轻甲身影,通体覆盖于战凯下。 它,悬浮在哪里,便如一幅永恒的画卷,有着惊人的魔力,蕴含着震撼人心的美丽。 悬于虚空,令人如痴如醉。 隐约中,无缘有模糊感应,这套青色战凯要比黑研刀高贵得多。 只是,仙天灵宝,每一件都蕴含浩瀚威能,都远超黑魔血枯那种极品道器。 甲名青园,道之本园,应该是造化大道。 无缘的意识感知着战凯的一处处,只觉心灵都受到了一丝丝诱惑。 青园甲,更准确来说应该是青园套装,一共有十四件。 黑研刀,同样蕴含造化大道奥妙,无缘能大致判断出,约莫蕴含异成奥妙。 但青园甲,道之本园深不可测,广阔无垠,已然超出无缘感知范围。 这也是无缘判断青园甲更为珍贵的原因。 这是后图祖屋专门赐语,那等语欲最巅峰存在,所赐自然非凡品。 无缘暗自感慨,看似只是一件宝物,却能护住浑身任何一处,完美无瑕。 单独从套装中抽取一件,都会令套装战凯威能大幅削弱,单独一件法宝威能也非常弱,毕竟并不是完整道元。 唯有十四件宝物联合在一起,才能拥有滔天威能。 战刀,适合我炼体一脉爆发,无缘暗道,但这套青园甲实则是适合物质之路的强者。 因为无缘虽无法窥似青园甲全貌,却也推演出部分奥妙。 获取部分讯息,先天灵宝套装,听起来威能无穷,但也相当于要同时催发十多件先天灵宝,对身躯负荷,对原力消耗之大可想而知。 光靠原力极难支撑,唯有走物质之路,住就强横到极点的身躯,直接以肉身力量,才能承载如此多先天灵宝压迫。 至少,我现在还做不到催发,无缘微微摇头。 两件先天灵宝,无缘如今都只能看着,无法立刻转化为站立,也快了。 再过一段时间,等回临江宇宙,突破成为新军,两条路同时爆发配合,应该就能使用先天灵宝了。 无缘有模糊想法,这便是两条永恒之路兼修的好处。 若是法则之路,向无缘即使跨入新军层次,以他的极尽新军法力,虽百倍于新军基础法力,但依旧差了普通君主法力一个层次。 从新军到君主,是生命被本质蜕变,差距无比惊人,纵然极尽根基也无法逾越。 毕竟,能成君主者,至少都是一等根基,和极尽根基差距并未大到离谱程度。 但物质之路,会令肉身变得极为强大,肉身,原力同时爆发,便有望在基础上匹敌君主。 无缘暗道,以兴君之身,基础上媲美君主,这就是无缘的目标。 若是将来成君主,两脉兼修,实力只会更恐怖。 这也是天狱使者曾说,无缘未来成主宰后,战力会极度恐怖的原因。 当然,两大永恒之路兼修,难度也极高,需要付出更多精力时间,且要保证两条路都能不断突破。 经过羽域天路,有了原处印记,以及天狱使者所赠予的,令我得以两脉兼修不影响的神秘物质,方有今日基础。 无缘暗道,他继续默默修炼着,一边琢磨两件仙天灵宝,一边参悟着造化大道。 之前数万年修行,无缘炼体本尊再到质感悟上,一直比炼起本尊更快些。 但经过天路之行,尤其最后千年前修,已然被炼起本尊拉开差距。 炼起本尊,已在时空盗域达到盗域四重。 而炼体本尊,依旧停留在盗域二重,若按部就班修炼,即使有原处印记帮助,至少也五万年才有望弥补。 当然,单论战力,现在的炼体本尊更强大些。 忽然,嗯。 无缘眼眸中闪过一丝光芒,气息完全内敛,站起了身。 她察觉到了极轻微的空间波动。 呼,真不愧夺取了圣号天骄,无缘,你果然是有了惊人蜕变。 英姿绝美的黑袍女子,凭空出现在静视中,站在不远处。 后觉诸在何等存在? 她从街道无缘,再到现在,一直在暗自观察,早就察觉到无缘的变化。 一些所谓人杰,从来不是先天注定的,先天只是一小部分,更重要的是后天经历影响的。 像一些中人之姿,若愿不惜代价培养,经过一次次魔力,同样能成为风云人物。 更何况,无缘本就是绝世天才,经重重培养魔力,愈发耀眼。 万年前,无缘从临江宇宙前往巫庭宇宙时,后觉主宰触见无缘,只觉无缘锋芒无尽,但还是颇为稚嫩的。 而经过雨衣天路,和无尽雨衣无数天才交手碰撞,密室夺取第一,真正养出了她的无敌之心,无敌之势。 无缘的收获之大,难以想象,到之感悟,她已媲美君主,到新意志同样接近君主层次,而眼界,见识,甚至比许多君主还要高。 可以说,在后觉主宰感知中,现在的无缘,本就仿佛是位君主强者盘,而无缘,实则才修炼三万余年啊。 主宰,无缘微微躬身,以示尊重,先进屋庭镜吧,有些事情要告诉你。 后觉主宰微笑道,无缘点头,汪无缘已然分出一丝面头,透过神须镜进入了屋庭镜。 屋庭镜,作为屋庭最高等级神须镜,笼罩范围之大超乎想象,可覆盖至无尽羽域任何一处,触及少数特殊区域,如羽域天鹿等。 其他地方,随时都能进入屋庭镜。 只是,在屋庭直级不同,全线也不同。 屋庭镜,一方无比广阔的卫面。 卫面中心的城市,繁华无比。 哗,哗,两道身影,凭空出现在其中一条街道上,街道上行人很多。 这两人,正是无缘和后觉主宰。 这里,无缘微微一愣,这是屋庭镜中的临江卫面,鸾江城,亦是整个屋庭临江圣地的核心。 后觉主宰在一旁微笑道,临江卫面,鸾江城。 无缘轻轻点头,这应该是以鸾江祖屋命名的。 忽然,嗯,无缘眼眸中闪过一丝诧异,正由海量讯息涌入脑海中, 进阶是有关八阶直级有资格触碰到的各类讯息、权限。 以无缘现在的一世元神之强,眨眼间就以进阶记住。 至此,他对整个屋庭临江圣地、鸾江城都已有足够了解。 那是谁? 没怎么见过,好像是凭空出现的。 那个是八阶直级,是位君主吗? 好像从未见过,并以为是,嗯。 十阶直级。 十阶直级,是主宰。 路过的一位位强大者,原本还较为悠闲,忽然便是一惊,纷纷摇摇攻身行礼。 能进入鸾江城的,皆是乌庭临江一脉核心。 要么是各方大界来到乌庭临江圣地修炼的那群爵士妖孽,要么是新军极数强者。 但即便如此,主宰呀! 在乌庭宇宙中都是极高层,放在乌庭临江圣地更是堪称最高层之一。 整个乌庭临江圣地,在乌渊所知情报中,主宰都不超过三十位。 好像是后爵主宰。 好像是。 迅速地,接到尽头路过的两位君主,似乎认了出来,都连功进行礼。 乌渊,随我来。 后爵主宰道。 是。 乌渊点头。 嗖。 嗖。 两人迅速飞向了乌江城最核心之地,在城池上方虚空中,隐约可见有一番颇为广阔天地,天地核心有着一座灰红无尽的高塔,七彩流光环绕。 耀眼无尽,更隐隐有一丝永恒韵味。 以高塔为核心,一条条虚空河流,向着四面八方流淌着。 这些河流流向虚空深处,不知抵达了何方,辉红无尽。 而在河流间,则悬浮着一座座宏伟宫殿,不时有散发强大气息的新君们,在许多宫殿中进出。 这是。 万江界。 乌渊看向远处。 此刻,乌渊正和后爵主宰站在这方世界入口,以乌渊的权限,有资格进入万江界。 在刚得到的情报讯息中,有提及到万江界,乃乌庭临江圣地核心层。 嗯。 后爵主宰微笑道,这里的每一座宫殿都代表着我乌庭临江圣地的一位君主巅峰强者。 唯有君主巅峰强者,才有资格在万江界开辟一座宫殿。 而环绕神塔一栋,隐于霞光中的宫殿,都是主宰们居住的殿宇。 至于神塔,便是整个圣地至高存在,鸾江祖屋,它在临江位面的居所。 后爵主宰道,而普通君主们,则是在鸾江城中有着专属的宫殿。 实际上,现实中的乌庭临江圣地总部,最核心之地,同样是类似格局划分。 无缘轻轻点头,这里才真正有一方圣地气度,相比下,太原神庭要弱势上一些。 万江界的宫殿,约莫六千座,无缘目光扫过广袤虚空。 这代表着乌庭临江一脉,至少有六千位君主巅峰存在。 至于普通君主,数量就更多,按无缘刚才飞过城池的估算,至少有五万位。 听起来多,但是,若分散至乌庭临江圣地所统领江域涉及的数千大界, 每一方大界也就约莫十位君主,并不算多。 毕竟,有好些大界,是由乌庭临江圣地完全占领的, 一方大界没有内耗,漫长岁月足以诞生近百位君主。 这数万君主,便是乌庭临江圣地一万年的积累。 无缘,从今天起,你便有资格再次开辟宫殿。 后爵主宰道,我吗? 再次开辟宫殿无缘不由一愣,不是要君主巅峰强者吗? 理论上是。 可你不同,你作为圣号天骄,只赐予你八阶直级, 这是乌庭总部有规矩。 后爵主宰微笑道,在圣地内部,你的权限等同君主巅峰, 但你比一位君主巅峰强者要重要得多。 数百位君主巅峰强者,才有一位能跨入主宰。 出无停静的宫殿,在现实中的圣地核心, 你同样会有居所,并会安排相应的一批新军, 听从你的调遣。 后爵主宰道,同时,你也有资格参与万将会议, 那是整个圣地最高层次会议, 通常要君主巅峰强者,才有资格参与。 无缘秉析,果然啊! 过去的自己,虽也耀眼,备受重视, 但终究没得到完全认可。 一招夺取圣号天骄,一切截然不同, 无停静将圣地对待自己, 完全是等若君主巅峰强者,比更高些。 无缘没有想过拒绝,君主巅峰实力。 无缘有足够自信,不久后, 自己便有足够实力屹立于万将界, 赢得圣地其他君主发自内心的尊重。 一切都要看实力。 无缘,你想将宫殿建在哪里? 后爵主宰指着远处的一条条河流问道, 若缘君主见在哪里道? 无缘询问道,我见在一旁就好。 若缘屋界六大君主, 只有一位君主巅峰强者。 无缘出来乍道, 和圣地其他君主并不熟悉, 自然本能想和若缘屋界强者们靠拢些。 抱团取暖, 人之常情。 无缘欲立足于乌亭临江圣地, 首先得立足于苍峰巫界。 也好, 随我来吧。 后爵主宰带着无缘向着其中一条不起眼河流飞出。 河流旁, 正悬浮着一座黑色宫殿。 动用权限, 开辟宫殿吧。 后爵主宰微笑道, 你可随意建造一座长、宽、高最大十万里的宫殿, 只要心中一念即可。 只是要记住, 一旦建造成, 后续就没法修改了。 无缘轻轻点头。 这里的每座宫殿都无比庞大, 说是宫殿, 实际上许多都是宫殿群。 起, 无缘一念而动。 顿时, 那一条条平静的河流变得汹涌澎湃, 升腾起无数霞光, 霞光汇聚至无缘深浅的虚空中。 物质凭空诞生, 霞光环绕, 一座超大型的宫殿, 迅速在虚空中凝聚, 诞生。 轰隆隆。 宫殿开辟所引起的强大波动, 也迅速向四面八方冲击而去, 立刻引起了那些宫殿中许多星君弟子, 仆丛守卫的注意。 有人在万江界开辟宫殿, 那是哪位君主? 似乎是八阶直级, 是君主巅峰强者。 不认识, 站在他一旁的, 好像是后爵主宰。 圣地诞生了新的君主巅峰强者。 没听说呀, 这些人都只敢遥望, 不敢靠近。 他们的身份注定他们无法离开各自所属宫殿。 万江界的规矩很严苛, 只是吴渊实力地位太高, 感受不到。 但很快, 呼, 呼, 一位位散发强大气息的身影, 出现在虚空中, 皆是君主巅峰强者。 他们才是万江界那些宫殿的主人。 亦是乌庭临江圣地真正的核心层, 收到麾下弟子蒲丛的消息后, 纷纷赶来了。 迅速地, 便有数十位君主巅峰强者靠近。 主宰, 后爵主宰, 这些君主纷纷攻身行礼。 后爵主宰也微微点头回应。 君主巅峰强者和主宰, 在实力, 地位等诸多方面都有明显差距, 但远没有星君和君主差距那般大。 毕竟, 君主巅峰强者, 处于自身家乡大界, 是无惧主宰的。 无惧才有足够底气。 那位是? 不认识, 但有点眼熟, 好像是八阶直级。 这些君主巅峰强者, 都不由看向已将宫殿开辟出来的无冤。 因开辟宫殿所引动的波动, 正在消散。 忽然, 无冤。 惊喜声音从不远处响起, 只见一位黑袍大汉从远处飞来。 正是仓峰君主。 仓峰君主。 无冤不由笑道。 哈哈, 你竟来了万江界, 得到你夺取圣号的消息后, 一直想联系你, 又怕打扰到你。 仓峰君主笑道, 灿烂无比。 他和无冤关系也颇为亲近, 无冤有如此大成就, 他也无比欣喜激动。 无冤? 是他? 那位圣号天骄? 难怪后爵主宰在。 原来是他。 其他君主巅峰强者, 瞬间都明白了眼前黑袍青年是谁, 眼神纷纷变了。 无冤? 这数日间, 无冤的名字早就传遍了整个雨域, 乃至深渊处处。 乌亭、 临江圣地的君主们, 更对无冤的名字如雷挂耳。 毕竟, 这是乌亭、 临江圣地历史上, 第一位圣号天骄。 只是, 他虽是圣号天骄, 但为何能在万江界建立宫殿? 就算他极大希望能成主宰, 但现在, 他终究还只是上屋。 主宰们在想什么? 一个上屋和我们平起平坐。 许多君主巅峰强者, 心中本能都闪过一丝不满。 能成为君主巅峰强者, 要么是一方屋界之领袖, 要么是圣地中的一方大佬, 地位都不凡。 面对主宰, 他们会低头。 但若只是所谓天才, 就算是圣号天骄, 也并非各个成为主宰。 而他们, 同样具主宰之境, 只有一步之遥, 说不定何时就突破了。 况且, 强者本就是极度骄傲的, 他们信奉的更多是实力。 因此, 这些君主巅峰强者, 虽震惊于无冤取得的成就, 但从内心来讲,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避无冤差太多。 当然, 献于后爵主宰威严, 这些君主巅峰强者, 没谁敢直接表露出来。 无冤, 厉害! 哈哈, 能夺取圣号天骄? 圣地第一天才呀! 我是绝光君主, 无冤道友, 你好! 我是古雷君主。 虽有不少君主巅峰强者心生不满, 但同样的, 有好些君主巅峰强者不在意, 主动和无冤打招呼, 意图交好。 对于笑脸相迎的君主, 无冤也微笑着一一打招呼。 这些君主巅峰强者, 都堪称一方巨头人物, 能交好是最好的。 命无冤再次开辟宫殿, 是祖屋的命令, 原因是他夺取圣号天骄, 为我巫廷立下大功劳。 后爵主宰目光, 扫过在场一位位君主, 若你们心中有意见, 有想法, 直接去向祖屋申诉。 数十位君主巅峰强者, 皆面面相去, 一片寂静, 祖屋。 为这点小事, 谁敢去打扰祖屋? 不久, 这些君主相继离开, 只剩下后爵主宰, 苍峰君主, 无冤三人。 苍峰, 最高层的命令, 你可知晓了。 后爵主宰看向苍峰君主, 命令, 无冤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 知道, 苍峰君主点头, 可有意见, 后爵主宰问道, 没有。 苍峰君主咧嘴笑道, 主宰们, 愿意让无冤继续留在苍峰巫界, 成为巫界首领, 是应有之意。 他当然愿意, 其他君主顶峰巫阳者心中不满, 是因为很难从无冤手中得到好处。 无好处, 又感觉被冒犯, 自然不满。 但苍峰君主不同, 但苍峰君主不同, 他很清楚, 一旦无冤成主宰, 对他, 对苍峰巫界好处是何等大? 巫界首领, 无冤则一愣, 不, 准确来说, 是领袖, 苍峰巫界领袖。 后爵主宰看向无冤, 既苍峰君主没意见, 那么, 你便是苍峰巫界第七位君主级强者。 排序权限第二, 未来, 你一旦成君主, 即升为第一, 后爵主宰道, 第二, 第一, 无冤错愕。 苍峰巫界, 如今地位最高的首领, 自然是苍峰君主, 这意思是说, 自己在巫界中的地位将仅次于苍峰君主, 岂不是说比夸致师尊地位都高? 无冤从未想过有这一出, 苍峰, 你巫界之事, 等无冤回苍峰巫界再说。 后爵主宰道, 我还有事和无冤聊。 是, 苍峰君主拾去地离开, 这片虚空, 顿时只剩下无冤和后爵主宰, 感受到了吗? 后爵主宰笑看着无冤, 有些君主巅峰强者, 对我不满。 无冤轻声道, 这种不满是浮在表面的。 有时, 表达不满, 不代表要说出来, 单单态度就能凸显出来。 嗯, 他们认为你没资格进驻万江界。 后爵主宰微笑道, 无冤同孔微缩, 强者都是骄傲的, 欲是超级强者, 欲是如此。 后爵主宰道, 你天赋好, 他们不会不承认, 但天赋和实力是两码事。 这次, 你肯定会引起许多君主不满, 可有想法。 后爵主宰笑道, 没有。 无冤干脆摇头。 哦, 后爵主宰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 我明白, 祖屋及主宰们如此做的考量。 无冤笑道, 就是给我多些担子, 若能扛住诸多压力, 便能更快成长起来。 后爵主宰满一点头, 压力也是动力。 无冤能主动认识到这一点, 是最好的。 不急, 你还会在商务阶段停留数十万年。 后爵主宰道, 百万年内能让各方君主认同你即可。 不, 无冤摇头。 不, 百万年时间不够吗? 后爵主宰微微皱眉。 千年。 无冤吐出两个字。 后爵主宰一正。 千年。 后爵主宰忍不住重复了下, 怀疑自己听错了。 主宰, 若我有君主实力, 想来足以令各方幸福些了吧。 无冤微笑道, 等回临江宇宙。 我就会着手准备突破为星君。 保底第二更, 加更三千票。 求保底月票。 等会有请不吝点赞订阅。